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宇飞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暴雨灾害 从6月14号开始 南方地区迎来了今年入训以来最大范围暴雨过程 范围达到100万平方公里 多个地区日降雨量突破了历史同期级值 根据武汉气象部门的预测 今年武汉市在5月到9月的汛期期间 总降雨量将可能会达到1100到1200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多了三到五成 超过1998年汛期总雨量1087.9毫米的记录 近几年每到汛期 武汉市的内浪问题就会比较突出 而今年要面对的挑战会比往年更大 武汉市会如何去面对这个挑战 如何做好防汛工作呢 我们到武汉市进行了一番调查 进入5月以来 湖北大部分地区的雨水偏多 接二连三的降雨 让武汉市江岸区黄家敦社区的居民很是紧张 当记者来到这里时 居民大永红刚刚把家里的抽水泵 从顶柜上拿下来 这水泵用了好几个了 第二台 用了这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了 用坏一锅 对啊 这个就是没办法 黄家敦社区位于武汉市解邦大道附近 是一片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老旧小区 社区内都以六层楼房为主 尽管在2014年时 江岸区水务局曾对这里的地下管网 进行了统一改造 并把社区的排水管网 纳入到市政排水系统中 但是由于地处低洼地带 风雨避老 风水避烟的状况 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因此这种小型水泵 依旧是居住在一楼的住户家中 必不可少的装备 普通的就像加入电器一样 除了抽水泵 一楼住户门前还大头堆砌着 这样高高的水泥围墙 同时把家里能电高的地方 也都电高了 连楼道里的地面 也因为被电高了不少 而让人不得不弯腰 才能进入 大概电流有多高 起码有那个 最起码的吧 应该有50公分 走不及 带永洪家的这个围挡 足足有一米多高 但他告诉记者 即便这样 心里也还是不踏实 为了避免更多损失 他索性把冰箱 长期放在了凳子上 再高一点的话 比这个再高一点的话 咱们的冰箱就要放在桌子上了 就说我一个人是没有这个力气的 如果社区里的积水达到一定深度时 他们就得穿着这样的连体语裤 涉水出行了 不穿这个不能出去啊 不穿这个就不能出去啊 咱们都是穿这个的 每家有两件 有的一件 有的两件 二代月楼道里的这一处处标记 清楚地记录下了黄家敦社区 以前每年淹水的高度 这个是04年是吧 最高的一次淹的就是那个位置 到腰了是吧 这还电了要前头到这里来了 印象 又一年迅气来临 就在黄家敦社区的居民们 严阵以待 积极备战的时候 6月1号 武汉市终于迎来了入训以来 第一场强降于天气 从凌晨3点开始 暴雨越下越大 短短几个小时内 武汉市多条道路被淹 8点17分 武汉东库开发区水栏路路口 一辆白色小轿车被困在路中央 过往车辆纷纷掉头行驶 避开积水 一辆大型巴士 涉水通过时 涌起的水浪 又把白色小轿车 推开了好几米 到上午10点 水栏路口 已经全部被淹没 白色轿车 也只剩下车顶可见 在民族大岛 与新竹路交汇处 积水同样严重 东库开发区水务局 紧急调派了工作人员 抵达现场 进行书牌工作 在排水工人的身后 雨水从井盖里 倒挂而出 形成了一个小型泉涌 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 6月1号 武汉部分城区的最高降雨量 达到115毫米 其中 洪山区和东库开发区的 小石降雨量 就高达40毫米 暴雨导致全山二十余处 路段积水严重 那么除了短时 强降雨的因素外 排水不畅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这是三方的区域排水都汇集在这个地方 从新竹路向西 民主大道南本方向都是在这个地方汇集 再从这个地方通过我们的民主大学的下航排南湖 所以它是一个汇水点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它这个点如果排水能力不足的话 就会在这个地方汇水 根据张一国介绍 民主大道与新竹路交汇口呈现明显的洼地地形 也是周围汇水区域的最低点 方远18公里的水下管网 都会在此处汇入到排水煮箱海内 每小时34.5的降雨量 可以承受这样的这个 给予这样的降雨量 此次降雨 远远超出了原有涉及一年一遇的排水能力 再加上旁边的小南湖水位迅速上涨 几乎已经与路面水位持平 使得这一区域的雨水根本无法排入小南湖 更不要说再从大南湖入长江了 这个我们的这个排水 新竹路口的一个排水相寒 这是我们 这是排水相寒 对对对对 下面就是排水通道 这是一个检查机 这是通道 那么目前的这个小南湖的水位 就跟我们这个水的水位是就平行了 可能就只有三十公分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吧 三十公分 在调查中 记者还发现 此次武汉市内二十处自水地点中 大多发生在施工地方 其中一三环线阻干到路面 自水最为严重 水深达到一米多 直接导致了交通大面积瘫痪 就是因为要施工我们的油轨电车的高架桥 所以我们就是占用了部分的市政道路 所以必须做了一个便道 满足交通的需求 原来这个便道是有的吗 原来没有 记者了解到 在这个工地施工以前 这里建有开放式排水沟渠 本来可以满足此次降雨的排水量 但是由于建设三环线油轨电车工程的需要 施工方占用了原有的三环线主干道 排水沟渠也被圈在了蓝色围档内 它以前它这个地方怎么说 它是三环的边上 它如果水供满了 它是会自然的溢流 溢流到边上的绿化溪地 但是呢 就是咱们在边上做这么一个便道 所以不能让它临时这个水溢不出去 是吧 就是说在特打 就像像6月1号那种特打暴雨的情况 但事实上 正是由于新建变道 位置不合理 阻碍了沟渠原有的排水能力 才使得这一地段的积水无处可去 继而导致了三环主路的严重积水 暴雨过去两天后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 那些沟渠刚刚进行了重新修缮 地面的水泥都还没有完全风干 我们原来呢就是为了保证整个这个排水边沟的通畅 我们预埋了一个800的管 现在的800的管呢 可能这个水量受限 然后我们就开始挖开 把这个800的雨水管换成一米三五的雨水管 2013年 我国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正式出台 其中第43条明确规定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 不得影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 改动城镇排水设施的建设单位 应当制定拆除改动方案 并报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审核 但是据东湖开发区水务局介绍 他们却并没有收到三环线油轨电车 项目施工方的申报 我们现在因为武汉还是许个大建设 大发展时期 我们也呼吁我们建设工地的业主和施工单位 要加强对排水设施的保护意识 增重我们排水的原油的走向 尽量减少 由于建设性破坏 对我们城市功能的一些不当的影响 武汉市水务局副局长张飞坦言 这一轮的降雨出现的测水点 多发生在施工地段 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管 也是水务部门的职责所在 与此同时 目前武汉市以前老旧的排水系统 也依然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 因为现在按照规划能力 武汉市要达到中心城区达到2278立方米每秒的凑备能力 实际现在只有970立方米每秒 所以能力是严重不足的 这个我们要需要通过近期的加快建设 尽快的把这个历史千丈 弥补起来 把我们的胆板补起来 值得欣慰的是 皇家敦社区改造后的下水官网 经受住了这一轮强强域的考验 6月1号 暴雨对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没有形成困扰 现在咱们能看到的这个新气的水泥的这个位置 就是原来埋管子的位置 对 这个是我们下埋的这个排水管的位置 这个大概这个社区我们进行了300多米的排水管网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铺埋 然后它现在的管网了以后 就可以直接直接进到我们独干道的独管网里面去了 现在就不怎么影响生活了 然后孩子们可以出去打个伞就可以了 就在离黄江敦社区不远处 解放大到另一头的低压宿舍 虽然已经具备连接市井排水系统的下水管道 但这依然没能改变 这里时常受到暴雨侵袭的困扰 你这么深的水 一米几啊 淹到我这儿了 我在一米五五 淹到我这儿了 从路口的水泥坡上 可以明显看出 低压宿舍比路面低了一大块 几乎下一场大雨 路上的雨水连同市政主管道内的污水 就会倒灌进院子里 肯定臭了 那这都是下水道 满起来的水 它水没掉出 这时候它积到这里就只能等它自然的 要不就蒸发太阳把它晒干 每次暴雨过后 积水都难以退去 居民们害怕电线短路 于是水也不敢用电 吃饭便都成了问题 多数的时候 要靠人用皮筏 送一些方便面和水进来 渡过难关 王平经常是 一看下雨 索性就把孩子送到了亲亲家具 开始下雨就送去 送走 把他衣服一件 送到姑姑家呀 伯伯家呀 那没办法呀 因为我们产人就那样住在这儿吧 那他上学的话 便这么深 小孩更胖 低压宿舍 是由森牌 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式平房组成 居住着五十多户居民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 人们对这些频繁泡水的老房子 非常担忧 唯恐出现什么意外事故 那简直是噩梦 没下的时候 大家就祈求老天爷别再下了 因为这个房子很多年了 随时都有可能 就是在水的压力的作用下 怕这个墙给垮了 现在 为了彻底改变低压宿舍居民 逊奇的生活困境 江岸区水务局 特意在这里 修建了一座小型泵站 利用泵站的抽牌 来解决雨水蓄积问题 在这个低压宿舍这里 修行了一个小型的下卧室的地下棒站 这个地下棒站 它可以达到每小时360里方的抽牌能力 它然后就是 如果说一旦这个地方积水比较多的话 它就有能力 就是把水排到我们主项舍里面 因为它这里抽牌的时候 压力就直接可以 它就防止它的一个倒灌 记者注意到 这个小型泵站 开走马力后的排水能力 还真不一般 汽水池内的水位 能够看到明显下降 每小时360立方米的排水量 完全可以应对低压宿舍的排水需求 现在 每当强降雨天气来临时 水务局都会派人前来 24小时支售 这些年 强降雨给武汉市带来的内涝问题 十分处处 2011年和2012年的两场暴雨 使得武汉城区内多地变成泽国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 2013年 武汉市政府投入130亿元 系统完善排水系统 整体提高排水量 设计能抵御日降雨量 加200毫米 小时降雨量50毫米以内的 特大型暴雨的城市排水系统 保证城区功能 基本上不受自主影响 211个项目中间 有171个项目已经完工 达到了81% 但是投资总量 至少它仅仅40多亿 只有34% 但是我们下个 我们将加大力度 这个加快建设 让我们的整体的计划 能够在2018年基本收官 类似青山区港西二级泵站一样的工程 正在加紧建设当中 工程的投资金额 则6.77亿元 而建设后的泵站 能达到每秒53.8立方米的排水速度 环节周边9.51平方公里的排涝压力 今年是这个墙盖尼路发生的第二年 从天气预判情况 和整个我们前期的了解情况来看 今年是可能我们的降雨 会比往年预计增加3到5成 极端地方可能会增加8成 所以对我们的城市的排涝能力 提出了严重的考验 但是我们水务部门一直是严正以待 为了应对厄尔尼诺后现象 带来的极端天气 武汉市水务局同时建立了全市排水信息平台 计算出100个容易产生自水的地点 并且实施动态追踪 我们说这个预警系统是基于三套体系 三个信息 第一个是我们的地形信息 就每个地面的标高是多少 跟桌边是什么关系 第二个是我们的广网信息 第三个是桌边的下电面的信息 这桌边的到底是绿地 还是建筑 还是这个樱花道路 湖北境内和湖纵横 水库也多 防汛抗旱历来都是天大的事 加上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严峻 更是容不得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我们知道对于一座城市而言 临次置笔的高楼 宽阔笔直的马路 草长英飞的美景 只是美丽的外貌 而四通八达通畅无阻的地下管道 才是这个城市安全的经脉 为了这个经脉的畅通 有一群人就工作在这个城市的地下 他们被称为是城市的地下工作者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看看 他们在训期里都做了些什么 杨兴桥是武汉市江岸区水务局 排水疏捞队的一名队长 今天他要带领工友们 进入地下八米深的排水管线 进行疏捞工作 武汉的夏天多发暴雨 每逢讯期来临 地下官网便会面临大考 能否及时疏捞 雨水能否顺利排走 不仅关系着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转 更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一般最少的话是在三个人一组 三到四个人一组最少 因为井下的话 最低的配置的话 必须在两个人和两个人以上 出现什么安全问题 或者互相都有个配分这方面 下井作业前 工人们已经对井内进行了通风 一名工友拉住安全绳 阳星桥扶下身子准备下井 为了安全起见 下井作业一般都是两人唯一小组 穿上连体橡胶裤 戴上防毒面具和头灯 拿着特制的短坝桥和气体检测器 沿着八米高的梯子 轮流下到管道里进行疏通工作 记者也跟随他们 下到了城市的地下官网内 这条管线有三百多米长 四下一片漆黑 工人们仅能依靠头灯照明作业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武汉市千千万万条 地下格网当中的御墙 这些城市的地下格网 相互着防征财务的重要任务 伟道市积来的一只墙 水流工人们都要对城市的地下格网 进行一个大规格的盘于工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地下格网的高度 只有一米五 并且下面的澡气非常严重 我们只能看到那种呼吸社会 才能下到地下管网当中 由于管道内淤泥成分十分复杂 经发酵后产生的气体 不但含有硫化氢 更多的是易燃的甲烷 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澡气 如果不带着防毒装置 刺鼻的气味和有害的澡气 足以让人在短时间内昏厥 由于管道高度 只有一米五左右 工人们往往只能弯腰作业 可以工人移动的空间 也不足两立方米 但杨兴桥却说 在他们的日常工作环境里 这已经算是最宽敞的了 还有更小的 这是一米五的 还有一米二的 一米的 八百的 八十公分的 六十公分的 进去 基本上是爬着进去的 眼下正值夏季 封闭的下水道内 又不通风 缺氧的环境 加上不透气的潜水衣 杨兴桥和同事们 很快就被汗水浸湿了全身 为了保障汛气内管道通场 他们已经连续二十天 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了 地下官网里 污物和淤泥混合在一起 变得十分粘稠 尽管十六名工友 已经轮番作业二十天 但总进度也仅有两百多米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这种 常见的生活垃圾以外 还有这种非常巨大的 混凝土节奏的垃圾 砖石 沙子也是中事其多 这些给他们的精英工作 带来个非常大的难度 五花八门的垃圾 让清理工作变得异常困难 杨兴桥只能这样 半跪在污水里 一缠一缠地往编织袋里 装污泥 产出来的多是砖石 和混凝土碎块等建筑垃圾 一达这些东西 还有这个石头之类的 石头 三层 它必须的用最原则的办法 用超人工一点点冷气 记者注意到 杨兴桥和工友干活时 并没有戴手套 握着铁铲的双手 沾满了污水 并且砖石瓦砾 等尖锐物体 就隐藏在这些污水里 这么脏的水 要是被这种尖锐的地东西 刺货的话 那都会感养嘛 我们 扎着有手套 但是说 带着手套的话 怎么方便做事 因为你扎着水 它就会滑来滑去的 除了有些砖石瓦砾 还有这种个头不小的 混凝土块 这是一些建筑垃圾 液态水泥等废料 流入香水管道 时间长了以后 逐渐凝固而成的 这也是造成 下水管道堵塞的 主要远凶 因为管道内高度不够 杨青桥为了把这些 大块建筑垃圾运出去 就只能和工友 弯着腰 费尽力气 才能把这些混凝土 一点一点挪向井口 我们用那个风垢 用那个空下机的风垢 把它打成小块的 打成小块的之后 然后用那个 小型的航吊 或者一种 就是一种 吊建筑垃圾那种 可以上 可以下 那种吊 把它吊上来 此时 下水道里 已经堆放了不少 清理出来的垃圾和淤泥 杨青桥 要在换班前 把它们挂上钩子 一一吊出井口 可就在此时 一名工友 身上的气体检测仪 突然报了井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 记者也长出一口气 由于经常遇到类似微型的情况 杨青桥早已见怪不怪了 一旦报警的话 就代表着 下面的有毒气 上面会其实有毒气 还是缺氧 还是有什么 它会提前警戒 对 然后就给我们有充分的时间 进行撤退 下水管网 被称作城市静脉 一处受毒 万户受苦 在这个天天要用双手和身体 赶着浊水污泥的岗位上 杨青桥已经干了六年了 他说 每次从井底爬上街道 身上沾满了恶处的污垢 或多或少 会引来路人的不满和非议 就比如说 有时候在路边 请他自己一身臭啊 或者怎么样的话 只在逛鸡吧 在路边上休息一下 然后在人行道上面 有人鞠过啊 路过第一 别人打在身边路过的时候 第一就是往开躲 第二就是拢着鼻子 但我觉得 对亲戚这个行业 我觉得 也是个很神奇 很奇妙的世界 我可以走遍武汉某一个角落 不用上来 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城市 下面它和地面上的那个街道 都是一样的 大路通小路 小路又通知路 然后都可以走来走去 晚上八点 夜幕降临 当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 已经下班回家的时候 排水站疏捞工段班长吴静 和夏崇喜 却在路边 换上了连体橡胶裤 戴好防渡面具 忙着去竹竿道下面的香寒 进行疏于清查 第一条去看下面的雨里 然后看有没有像 粗的那种堵塞物 然后就是看那个 墨上面的墙 上面有没有的 透风的那种裂痕 一般来说 在城市的地下官网中 雨水和污水 要先通过支管 汇流到附近的香寒内 再流入江河 或污水处理厂 香寒一般 铺设在城市道路的正下方 为了不影响大家白天出行 熟劳工人们 只能在夜间 进入香寒内部 检查寒道 要无破损 或者淤泥 跟随着清淤的工人师傅 记者也吓到了香寒内部 记者看到 这里比普通的下水管道 明显要宽阔 大概有四米宽 两米高 但工作环境 却与别的下水管道 一样恶劣 此时 无尽正手握铁锹 在水里慢慢地搅动着 检查污泥量多少 污泥混合着水 会产生一股巨大吸力 无尽的每一步行走 都显得很吃力 走着走着 下重洗的脚 突然陷在污泥里 无尽上前拉了一把 下重洗才算得以脱身 两人继续伸一脚 前一脚地向前走 踩走了不到两百米 无尽就发现了墙壁上 有一处开裂现象 随着铁锹的敲击 腐蚀过的混凝土 脱落下来 检查的时候 为了方便说话 下重洗把防毒面具摘了下来 虽然湘海内的空间比下水道大了不少 空气流通也更快一些 但是如果摘下面具 气味依旧刺激的人受不了 你们收购的时候把这个干原来 这个背上受不了 受不了 我们经常习惯了 就这样一米一米的缓慢向前推进 为了赶在下一场暴雨来临前 完成管道内的检查和清雨工作 把暴雨带来的自水塞害降到最低 吴静和夏重洗这一整夜都要在湘海内度过 在地下世界里 与乌泥为伴的日子 他们已经经历了六年四个月 在武汉市 像他们这样的一线水屋工人 有近两千名 负责清理全市五千八百公里的地下观望 吴静说 支撑着他们这些城市地下工作者 坚持下去的 是对疏捞工作的一份敬畏之情 如果没有像我们这些 下去下井去检查 或者清淤泥 没有这些工作人员的话 如果下大雨了 必然会产生积水 淹水 烈闹 我也希望整个全市的市民 也不要什么淹头 方便口袋 这些之类的 包括餐饮的一些油垢 都不要倒进去公众科来保护它 来爱护它 那么在下雨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城市里面会少一些积水 少一些致水点 城市的地下管网就像是人体的经脉 一旦堵塞 后果将是致命的 所以为了让城市安全度逊 为了让城市的排水排屋更加的顺畅 这些专门负责疏通地下管道的青道夫们 就在持续高温和扑鼻而来的臭味和沼气中 默默的流淌着自己的汗水 但是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爱护它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为了让城市环境越来越好 我们也呼吁大家给予轻淤工人更多的理解和关注 同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爱护环境 不要乱扔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防汛关键在于防 防汛检查 隐患排查 核道倾障 物资储备等等 都是防汛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都要未雨绸缪 这样才能为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构筑一道防汛安全网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